无论你多冷酷 我都不会说出那些话 原著中 小妖逃临任母时 西林横问小妖 枪炫娶妻了吗 小妖的回答是 娘 你绝对做梦都想不到 你应该问枪炫现在 究竟娶了多少个女人 而不是问她娶妻没有 王后神农事 王妃有中原的沈氏 姬氏 江氏 樊氏 北边的方雷氏 梨蓉氏 西边的树沙氏 小月之 还有爱 反正多的我都记不清楚了 小妖掰着手指头 竖了九个 到后面 还有一个王后号灵异 也就是阿念 枪炫的这十个老婆 各有各的特点 也各有各的结局 其中最出众的 就是陈戎新月和阿念 其次是商阳妃 梨蓉妃 新月最可悲 即便新月一辈子 都是大荒最尊贵的女人 紫金宫的女人 永远为她是从 也改变不了她一生悲哀的结局 新月的可悲之处 不在于她幼时做质子的经历 而在于她总是因为那些曾经失去的 一味地忽略现在拥有的 一身的负能量 只会怨天尤人 新月的童年是提心吊胆的 这是受环境所迫 是天下大事造成的 并莫影响到父母爱她 哥哥宠她 是新月过于贪慕权势 如愿嫁给了西颜王成为王后 还想要得到枪炫的爱 可是在枪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却一心权衡自己的得失 满事算计 于和熊掌不可兼得 枪炫得到了天下 失去了最爱的人 新月也一样 当初因为担心枪炫不能成王 便不愿意为不确定的结果付出 是她放弃了唯一走进枪炫心里的机会 就不要怪枪炫不爱她 既然新月在乎的只是王后的位置 那就不要苛求帝王的爱 父母和哥哥都曾劝过新月 新月不但不知悔改 还变本加厉 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她 开始做各种疯狂的事 新月的可悲之处就在于 明明是父母被逼无奈 才让她做质子 后来也一直在无条件地弥补她 她却觉得是家族的自私和偏心 才让她受了苦 复巢之下无完卵 新月做质子不是一个家庭 和家族能决定的事 枪炫小时候在浩灵也是做质子 虽然浩灵王对她好 但仍是寄人篱下被人看不起 她最终的成功 从根本上而言 靠的还是自己 若是枪炫自身不行 爷爷和浩灵王也不会精心栽培她 更不会把天下交给她 所以说 新月所认为的不幸 其实是她心态和品性的问题 比起其他人 比如小妖 新月真的幸福太多了 枪炫虽然不能给新月爱情 但是她平等的不爱后宫的每一个女人 可以给她们尊重和地位 而且新月已经是王后了 娘家又是实力雄厚的中原氏族 有陈荣氏和赤水氏做后盾 她的一生本该是稳赢 可新月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怪只怪她因极度变得风魔 六亲不认 害人害己害家人 因为知道了枪炫想娶的人是小妖 新月便一直心生怨恨 只要父亲和哥哥一劝她 她就立刻翻脸 电视剧中 新月嫉妒小妖 结果却杀了屠山景 而原著中 是枪炫杀的屠山景 后来新月竟谋杀小妖两次 事情败露后 被枪炫无视 被其他非平清视 有名无权的王后 生不如死 不管剧中 还是原著中 风龙非要出征讨伐红江 目的都是只有一个 那就是帮枪炫解决心腹大患 为新月求情 结果是 风龙因为担心新月等不及 分了心 中了计 最后又为枪炫挡箭而死 用死换来了新月的仪式富贵 新月又重新回到了巅峰 重新成为紫金宫最尊贵的女人 可那又如何 枪炫依旧不爱她 甚至恨不得杀了她 但是不能杀 给她权势地位 也不过是顾及风龙的救命之情 以及天下的安稳 等到枪炫作稳遮天下 若是新月继续作妖 执迷不悟 再多的情意也会被耗尽 名利权势和金钱 都是身外之物 新月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却永远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真正最爱她的哥哥 她的家族也不会有一人真心待她 只会因她是王后而敬重她 没有一人会跟她说真话 后宫的人生路还很漫长 连一个说之心话的人都没有 一辈子被困在浙金丝隆中 新月就算想走也走不掉 如今 新月背负的不只是王后的责任 因为风龙为她而死 所以她还要背负着 失去哥哥的痛苦 愧疚 以及整个家族的责任和其悲哀 商阳妃最聪明 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取舍 会察言观色 审时度事 枪炫娶妻是迫不得已 嫁给她的女人也又何尝不是身不由己 就连阿念也是一样 她长大了 对枪炫的感情变了 如果可以 她最后不会嫁给枪炫 但是为父王 为了号灵 为了天下子民 她的爱情也变成了牺牲品 紫禁宫里的商阳妃更是聪明 她出身于西岩老氏族 自然知道枪炫娶她 是为了安抚西岩老臣们 可她并没有以此威胁枪炫 而是始终进退有度 大方的体 做好分内之事 不多管多问 有所谓 有所不谓 小妖为了揪出涂山猴的把柄 想要在河边设宴 枪炫的暗卫萧消 直接推荐了商阳妃 可见商阳妃有多讨喜 这就是商阳妃的聪明之处 她知道枪炫这一生会娶妻无数 所以不去跟任何人争宠 否则只会伤了自己 既然枪炫的心不在女人身上 只在天下子民 那倒不如好好做事 把自己的身份当成一份工作 打理好身边的事 将来定不会少了自己好处 与其费尽心思讨好没有希望的枪炫 不如对她身边的人好点 毕竟她们才是接近枪炫最多的人 还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说上话 有好事也会想着自己 星月当众挑拨离间 山风点火羞辱小妖时 商阳妃并没有因为 星月是王后而站她那边 因为她知道星月那样做 只会惹怒枪炫 相反 商阳妃对小妖的贴心周到 所有人都看得到 珊瑚 苗仆她们都看到了 商阳妃是大体 枪炫自然也能看得到 所以 哪怕是逢场作戏也好 虚情假意也罢 枪炫当众送商阳妃一朵花 并凑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这就足以抬高她的地位了 本就是联姻 嫁给帝王 不同于寻常人家 最重要的不是夫君的恩宠 恩宠随时可以被剥夺 握在手里的权势 才是最重要的 靠自己的努力拉拢人心 成为陛下的邪内柱 才是后宫的安身立命之道 黎荣妃最清醒 不得不说 枪炫确实有魅力 一开始不确定能否信任的金轩 只是为枪炫收集情报 做枪炫挡箭牌的女人 最后 竟也深深地爱上了她 金轩很清醒 尤其是看到 星月位得不到的爱 而发疯的模样 金轩直接做了一个决定 离开枪炫 不再带她身边 连王后都得不到枪炫的爱 金轩清楚地知道 无名无分的自己 更加不可能 与其站好着 被极度折磨的面目全非 失去了自我 倒不如及时止损 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荒之内的好男儿多的是 只有走出去 不困于这方寸之间 去现世面 去看更广阔的天地 才能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星月的悲哀 就在于坐茧自负 使她的心结成了心魔 自己才会被困住 她本来也可以找一个 满心满眼都是她的人 像小妖和屠山井那样 过着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安稳日子 使她自己非要烫尽这浑水 越陷越深 清醒的人 知进退 懂取舍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并寻找机会去做 梨蓉菲 就是紫金宫最清醒的女人 梨蓉菲是梨蓉厂的姐姐 原著中 屠山井遇害失踪后 梨蓉厂特意让姐姐半夜会邀请小妖 帮忙开导小妖 厂让我告诉你 不管井是生还是死 她的心愿永远都相同 希望你幸福 纵然这个幸福不是井给你的 她也只会祝福 梨蓉菲望着漫天璀璨的花灯 眼中满是苦涩 逝者已去 生者还要继续活着 悲天创地并不能让逝者回来 与其沉溺于痛苦 不如敞开胸怀给自己一条生路 梨蓉菲对小妖的一番话 意味深长 其实不只是安慰小妖 也是开解她自己 小妖你也许觉得 我说这话很容易 劝慰的话谁不会说呢 痛苦却只是你自己的 你的痛苦我也曾经历过 我很清楚什么叫痛不欲生 但我知道自己每一次的欢笑 都会让她欣慰 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地笑 小天惊讶地扭头 看着梨蓉菲 她一直爱玩爱笑 所有人都以她没心没肺 梨蓉菲说 小妖 不妨学住把逝者珍藏到心里 不管你日后是否会接受其他人 都记得仅喜欢看的是你的欢笑 不是眼泪 让自己幸福 并不是遗忘和背叛 逝者不会责怪 只会欣慰 你的痛苦 默认感同身受 除非是她她也有过 跟你一样的经历 黎蓉菲的这番话很隐晦 将心比心 因为她也经历过 小妖失去屠山景的这种悲痛 所以她的每一句话 都能说到小妖心里 可见 黎蓉菲在嫁给枪炫之前 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恋爱 最后却生死两格 如今也想开了 带着爱人的那一份祝福 好好活下去 才是对逝者最好的思念和慰藉 至于黎蓉菲爱的人是谁 电视剧和原著中都没有提到 后宫这座围城 想尽的进不来 想出的出不去 黎蓉菲一直在寻找出宫的机会 刚好 心悦给了黎蓉菲机会 原著中 心悦谋杀小妖 事情败露 枪炫让黎蓉菲背了黑锅 也是黎蓉菲自愿的 清醒的黎蓉菲 结局是洒脱的 她不为外在的名利所累 选择了离开 这也是枪炫的其他妃嫔 想做又不敢做 不能做的选择吧 在诸多争议中 长相思二 迎来了大结局 风龙背向柳一剑毒死后 心悦终于醒悟 断绝自己对枪炫的感情 决心好好做陈蓉氏 和赤水氏的王后 摘掉华贵首饰 退去华服 怒砸笛子的心悦 展现出了全剧最美的姿态 不再俯首帖儿祈求男人的怜惜 而是看清形势 背负哥哥和家族的责任 坚定前行 纵观全剧十多个女性角色 最幸福的女人 不是跟屠山井相守的小妖 也不是嫁给枪炫的阿念 而是静冷宫的她 大结局中 陪枪炫去清水镇雇的重游的人 还是阿念 当年 阿念跟枪炫第一次去清水镇时 恃宠而骄 飞扬跋扈 她嫌撞到她身上的文小六脏 让枪炫用灵力催开一束梅花 还用法术捉弄老木 逼得枪炫给她收拾烂摊子 那时的阿念 以为枪炫是全天下对她最好的男人 她可以在枪炫面前随心所欲 如今的阿念 梳起王后的端庄发迹 双手合拢地走在枪炫身边 虽然还叫枪炫哥哥 但态度中没了当初的骄纵 多了几分距离 眼睁睁看着枪炫娶了九个女人 跟昊玲冰戎相见 阿念已惊认清枪炫的本性 她能跟枪炫相伴一生 但不会再觉得枪炫会无条件包容她 跟阿念相比 小妖的结局似乎更圆满 她得到了一个无条件爱她的屠山井 两人携手云游四海 从此销声匿迹 再也没回过陈荣山 但小妖的感情 始终还是寄托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 如果屠山井在初识模式 小妖又该何去何从 相较而言 被打入冷宫的梨荣飞 才是最幸福的女人 剧中 梨荣飞只出现过一次 小妖设计让防风异应看到于丹红 正是在梨荣飞举办的钓鱼宴上 原著中 梨荣飞是星月设计 陷害小妖的被锅侠 当时 小妖为了屠山井的死 伤心欲绝 梨荣厂担心小妖的状态 便请梨荣飞设宴邀请小妖 给小妖传一句话 厂让我告诉你 不管井是生是死 她的心愿永远都相同 希望你幸福 纵然这个幸福不是仅给你的 她也只会祝福 其实 这不仅仅是梨荣厂的心里话 也是梨荣飞的亲身感受 原来 梨荣飞嫁给枪炫之前 也曾有过一个心心相应的人 并且跟小妖一样 失去了爱人 她也曾痛不欲生 但她还是走了出来 因为她知道 自己的每一次欢笑 都会让天上的爱人欣慰 所以她一直努力地笑 逝者已去 生者还要继续活着 悲天创地并不能让逝者回来 与其沉缅于痛苦 不如敞开胸怀 给自己一条生路 不管你日后是否会接受其他人 都记得井喜欢看的是你的欢笑 不是眼泪 让自己幸福 并不是遗忘和背叛 逝者不会责怪 只会欣慰 梨荣飞的话让小妖眼眶湿热 她骑上红燕 去云海中放花灯 没想到 红燕突然发疯 江小妖甩下万丈山崖 幸亏佐尔及时找到了她 才保住性命 虽然 枪炫知道幕后主使是星月 但为了稳住中原氏族 她还是让梨荣飞担了这个罪名 让她搬出紫金顶 但被打入冷宫的梨荣飞 非常高兴 她在陈荣山上挑选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山峰 作为冷宫 彻底远离子金顶的勾心斗角 也不必再跟枪炫装模作样 枪炫知道梨荣飞是无辜的 不但没有打压梨荣氏 反而私下给了梨荣氏很多补偿 跟小妖相比 梨荣飞不再依赖男人 跟阿念和星月相比 梨荣飞不用困于妃子的身份 还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庇护家族 这样一个懂得爱自己 又拥有自由的女子 何尝不是全剧中最幸福的人 用一家倝 最后一家借 在这家借 一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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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